在我们跟梅子的农友讨论的过程中 我们认定它是可以有两年的保存期限 那我们原来的这一款梅子果浆 我们就把它有一部分就是下架 然后呢保存起来 然后呢存放了一年之后 我们重新以一年熟成梅的这个名字再上市 那上次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都有做相关的检验报告 跟农药产流的检测 那这些在食品安全上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说它而且我们的标示 它上面一年熟成梅的标示就是期限就是一年 那我们原来的这个梅子果浆呢 它的保存期限是两年 所以呢我们并没有要欺骗消费者 也没有要透过这样子的熟成的过程 来让消费者觉得有权益受损的部分 在发生了看 它的忍 Auburn 到 谢谢大家